iPhone 15系列新機22號開賣 台灣蘋果直銀店8點準時迎接果粉 包括電信門市一大早就大排長龍 甚至有果粉提早10天就來排隊 有人沒想說我大概4點左右起來 然後慢慢換到這邊來 然後就沒想到不到3點就起來 就想說好吧那就這樣吧 喜歡它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改成特別系列充電 或者說5倍長焦的鏡頭 那在今年的iPhone 15的反應上 更是熱烈 我們在預購的時候 網路預購量就已經比過往 超過了70% 那在全面的預購量上面 也比去年iPhone 14 有蠻大幅度的成長 直擊新機銷售現場 粉黃綠藍一字排開 iPhone 15系列新色十分亮眼 Pro航空級鈦金屬機身 上手更新引發話題熱度 新機統一採用Type-C規格充電 主鏡頭4800萬畫素 以及靜音鍵的設計 吸引民眾換機 看好iPhone 15系列性能提升 電信業者預期可再帶動5G用戶數成長 三大電信業加碼優惠拉抬銷售動能 台灣大哥大祭出5G指定專案 月付1599元 綁約48個月 iPhone 15最低零元起 原傳綁5G方案48個月 月付2699元 iPhone 15 iPhone 15 Pro手機零元起 中華電信5G角1399元 綁36個月 搭配指定舊機換新機方案 15 Pro就可以零元入手 Pro Max跟Pro差不多一半一半 Pro Max更多一些 那這個因為今年是太金屬嘛 所以這個顏色也相當的夯 那還有個粉紅色是新出來的 所以這粉紅色也非常的熱銷 預購成績還有實際的銷售估計都會比iPhone 14還要來得更好 所以這個貨量確實是相當緊張 業者表示熱銷款泰金屬旗艦機等待時間可能較長 而今年蘋果新機首次兩國製造 中國和印度製iPhone 15同時開賣 也在網路掀起話題 新唐人野太電視王冠林池千里 曾鮮敏台灣台北報道 覆蓉 MING OOO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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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